好 再看到林常佐在上周 来到环南市场要作秀 结果被狂轰 也因为没有帮地方来说话 结果现在发起了是罢免 林常佐在三天已经破了2.5万个赞 好 来细数一下 过去反对调查3加11案 还有万华的污名化 但是近身没有看到人 甚至这回还要出来邀功吗 现在还出现的是228纪念馆首任馆长 他说在林常佐 你可以看到他过去还把 行政院228基金会董事 这写在他的履历上 但是他说趁着他还没罢免 赶快通通拿掉吧 因为15次的董事会 只出席过一次 而且他希望在他明年生日 送上一个大礼 就是把他给罢免掉 现在因为他这种色彩 是倾向民进党 不但不帮地方来讲话 甚至护航庄官员 万华人怒了 还有一名在地40年 宫庙总干事也来怒批 说当时他承诺选取的时候说 要好好服务选民 但是当选之后 连说过的还愿 都忘记了根本是骗神明 大概是5年前 林常佐那时候还是 时代力量的候选人 他到我们大楼这边来 我们的社区大楼这边来拜票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 是我们这边有个 我们这边有个老板娘 是叫快乐姐 他对地方也满热心的 他各个党派如果有来拜托他 他都会带他到处跟我们拜访 结果他跟我说 林常佐要进来 拜我们这边的李五千岁 然后说好进来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 我就烧香给他们拜 然后这中间 然后中间在拜拜的时候 快乐姐就讲说 给年轻人机会 好好来建设我们万华 照顾我们万华人 然后把我们万华要弄得比较好更好 然后那时候我们听得也很高兴 那个时候拜拜的时候 那就请林常佐发个愿 林常佐也说我如果当选 我会好好的爱惜万华人 好好的建设万华 然后那时候快乐姐就讲说 发个愿当然要还愿 还愿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这边 是属于我们的管理室 这是我们事奉的李五千岁 当时是建商留下来的神明 在这里已经40年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不接受任何捐款 还有任何的什么 什么样的贡献我们都不愿意 那时候我只是跟他讲说 林常佐你如果当选 你买一篮水果来拜拜 给神明答谢 然后这些水果拜完之后 我会拿去给住户邻居分享 大家吃平安 那时候他也答应好 结果好了林常佐真的当选了 结果那个水果根本都没来 那时候我自己也想说算了 我们也不是在意这个 如果你自己要骗神明 那是你的事情 是有一天 经过的差不多十几天 有人打电话问我说 林常佐有没有拿水果来拜拜 我说没有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么当选了就忘记了 骗神明 我跑去跟他讲 那时候我就想 我那时候也不会很在意这事情 结果没多久 助理就拿水果来拜拜 但是林常佐本人没来 事后有人在说 林常佐被罢免掉了 只要民进党不倒 他加入民进党以后还是有大官可做 一个月十几万在领 他没在怕 他就是跟范雲一样 反正你们讲你民众讲你的 我就讲我的 你以后也是会投我 我在骗一下 我跟你讲 你骗得老人民 骗不了神明 我跟你说 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 不然会给你跑一个这个 你本来要去修李克文哲 跑一个会场来给你吐槽 冥冥之中 因为我们是拿相拜拜的人 我们都会相信冥冥之中 就是有那个 有那种在牵制着那个 我们不管什么党执政 你就爱民亲民 你一个政府搞的人民这样子 没生计 没生计还要顾着自己的生命 你这个国家像国家吗 你现在一直在说什么 台湾什么什么台湾发光 我看都快要死光光了 就是我自己的肺腑之言